2024最新殊死搏斗动作片寂静时刻正义来袭 弗兰克作为刑警局的最强探员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发生意外 由于嫌疑犯的出逃 让他意外撞上一辆车的玻璃 瞬间神经受损 这次意外让他失去了听力 而为了自己的家人 他选择带上了助听器 继续着自己的警察生涯 为了与别人交流 他还专门学习了手语 在休整一年后 弗兰克回到了警局 只是这一次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身边埋藏了一个巨大的危机 他调查的案件受害者 是两名异常年轻的面粉贩子 根据现场痕迹推断 这两人是被近距离爆了头 弗兰克猜测大概率是被人杀人灭口 报案的是一名老人 弗兰克上前询问情况 只是现场的混乱和人群的噪音 使得他的助听器被严重干扰 这也让老人接下来的描述 弗兰克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捕捉到 这让弗兰克意识到 他目前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最终 被噪音和心理上压力干扰的他 选择离开了案发现场 弗兰克深深地怀疑 自己能否继续胜任警察的工作 在他深思熟虑的过程中 同事走了过来 这是弗兰克多年的好朋友 同事看出了弗兰克心绪不高的原因 作为朋友 他鼓励着男人 不要轻易说出放弃两个字 因为警察的荣耀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中 这一番话 彻底打开了弗兰克的心门 见弗兰克心情好转 同事说出了自己找他的原因 同事带来了一个消息 在刚刚的案件中 现场还有一名目击者 只不过对方是一名龙人 想让他过去帮忙 二人来到了目击者的家里 女孩通过手语告诉他自己叫做珍妮 是一名摄影师 就在昨天 他出门进行月亮的拍摄 在结束后却发现了一场冲突 还把这场冲突录了下来 手机中完整地录下了被害者被枪杀的全过程 作为关键性的证据 他们把女孩的手机暂时扣压了下来 之后会物归原主 就在几人商谈时 弗兰克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他在洗手间内打算接听 却传来了助听器电量过低的报警 在卫生间中 弗兰克意外发现了一种 稀释面粉的急救包 他怀疑珍妮是一名面粉爱好者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弗兰克在珍妮的工作室中寻找 并没有发现月亮照片 就在他打算进一步观察时 珍妮却出现在他背后 让他不得不中断了搜索 之后跟着同事一起离开 半路上弗兰克发现 自己的手机落在了珍妮的家里 他只能原路折返回去取 可当他再次返回珍妮家门口时 发现门口站着一个混混 警察的经验让他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并没有选择进入到珍妮的家 而是走到了楼上 从户外消防梯来到了珍妮的房间外 之后他从窗户外发现 杀人的凶手 此刻就在其中 对方知道了自己被出卖的消息 过来就是索要视频的 得知珍妮没有备份后 凶手让手下把珍妮按在了沙发上 之后拿出一个针迹 试图制造由于稀释面粉过量而死的现场 弗兰克看到了桌面上有一把枪 针管距离越来越近 弗兰克直接撞碎了玻璃 拿起了桌面上的武器 让凶手和他的手下后撤 在连开两枪后 成功震射了对方 枪声让外面守着的混混走了进来 弗兰克直接果断开枪 在交火过程中 手下企图夺走手枪 结果被弗兰克两枪命中 混混负伤 弗兰克也打光了子弹 他拉着珍妮从消防楼梯向下跑 凶手在楼下还有着自己的人 让他们过去围堵 后有追兵 前有拦截 弗兰克不能下去 就从中间的一户人家 跳窗户渗透到了大楼内部 这一方法让后来跟上来的凶手 失去了二人的踪迹 这一层住户都已经搬走 给大楼的翻新事工做准备 找不到人的凶手 立刻让自己的人守住楼下的出入口 想把弗兰克和珍妮困死在大楼里面 之后召集更多的手下进行搜索 他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掉珍妮 陷入极度被动的二人 由于没有手机 枪里也没有子弹 反击能力几乎为零 一旁的珍妮询问着弗兰克 自己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弗兰克猜测 是警察局中出现了对方的人 所以珍妮在报警时 凶手也得到了消息 如今他们要面对的难题 就是从公寓中逃脱 为了安全起见 弗兰克让珍妮在房间里藏好 之后自己一个人出去查看 他发现楼梯间安装着监控 在房间里的珍妮也发现了 有一辆警车行驶过来 他刚想呼救 结果发现来的警察 和准备杀自己的人似乎很熟 更要命的是 弗兰克的助听器 由于电量过低 根本无法有效地进行声音反馈 好在他的视力正常 发现了有人上来搜寻的声音 见到这几人 弗兰克立刻返回了房间 珍妮也告诉了自己看到的一幕 二人没有通讯设备 珍妮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把弗兰克拉到了电梯附近 通过监控 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他跟着珍妮坐上电梯向六楼进发 所有的人也都向六楼跑过去 弗兰克和珍妮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打算用电梯的对讲机向外呼救 由于二人都没有听觉 没注意到电梯的救援信号被占了些 就当他们以为完成自救走出电梯时 便撞见了两名黑警 二人立刻逃跑 最终他们又逃回了电梯间 乘坐电梯来到石层 想回到珍妮家里拿回手机 在弗兰克的控制下 珍妮发现二人的手机都不见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珍妮又被赶来的一个神秘女人挟持 面对危险 弗兰克只能放下了手枪 女人也立刻放开了珍妮 她是过来为混混治疗的医生 混混反应过来后 立刻用对讲机通知其他人弗兰克的位置 凶手也知道了弗兰克与珍妮的所在地 暴露后 弗兰克解锁了混混的手机 二人躲避到隔壁的房屋中避险 在得知混混的手机被二人拿走后 凶手并没有很焦急 而是选择了拨打电话 看到凶手的行为后 珍妮立刻把电话调至了静音状态 弗兰克也没有选择在听力受损的情况下 打电话报警 而是给自己的同事发送了短信 可惜 她由于过度认真 没有在意到自己脚下的气泡值 意识到什么的弗兰克 带着珍妮逃到了消防楼梯上 之后沿着视野盲区再次转移 与凶手擦肩而过 成功转移的弗兰克接到了同事打来的电话 明确了二人只需要等待便能成功获救 凶手那边也没有迟疑 迅速包围了自己通过手机定位的房间 好在 二人在敌人突破大门时 成功躲藏了起来 逃跑过程中 珍妮意识到了手机被定位 他们选择立刻放弃手机 按照时间推算 救援的部队应该很快赶到 在寻找新的求生地点后 弗兰克发现 自己的同事居然是一个人过来的 这让他担心朋友的处境 他决定要尽快到一层与同事会合 他们选择通过电梯井上的爬梯来到一楼 在逃亡的过程中 他们与一名黑警在电梯井中展开了两次的生死搏斗 最终成功来到了一楼 只是一下来他们就发现 自己的同事被凶手的手下挟持 为了朋友的安全 弗兰克主动选择放下了手枪 没想到下一秒 同事却说自己很抱歉 这让弗兰克意识到 自己信任的同事也是凶手那一伙的 在父辈受敌后 凶手很快就控制住了珍妮 接着给他注射了一针药剂 并同时打算以同样的方式杀死弗兰克 只是同事却出于内疚 为弗兰克开具了一份工资单 让他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 是选择要钱还是要命 弗兰克最终妥协了 而这只是他的还兵之计 在提出要五万元的辛苦费后 一行人来到电梯间 在电梯间关门时 弗兰克拔出了凶手的手枪 之后原路返回找到珍妮 同时把卫生间的面粉吸食剂打了进去 留给他们二人的时间不多了 珍妮告诉弗兰克 这种吸食要紧 自己最多只能清醒十分钟 紧迫的时间让弗兰克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珍妮守住窗口 自己在用家具堵住外面的门后 用易燃品堆积成一个易燃点 在珍妮寻找火柴的过程中 发现了凶手 紧张地他打光了手枪里的子弹 密集的火力也让凶手不敢冒头 弗兰克顺利点燃了易燃物 这是他制造的求救信号 很快 周围人就注意到了这栋房子的意外 凶手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失败 他手底下的人看见警车也选择了逃跑 不甘心失败的凶手再次走进二人所在的房间 只是在火光冲天的环境中 并没有发现目标的身影 原来 二人已经通过卫生间的隔墙逃跑了 就在凶手打算利用这个通道进行追击时 弗兰克与珍妮已经在后面守候多时 大火吸引来了消防与警察 混混们已经开始撤退 只是没想到自己的同事却守着他 并没有离开 后面有凶手在追赶 前方还有同事紧咬不放 弗兰克立刻带着珍妮来到了走廊里 二人闯进了一个空的房间里 里面是一个音乐发烧有的设备 二人利用里面的音响 调到了最大功率 成功地逼退了赶过来的同事 凶手看到有人退出 直接连开竖枪解决了黑警的性命 巧合的是 珍妮此刻面粉毒素发作昏倒在地 凶手在过来探查他的生命体征时 被赶来的弗兰克成功料到 二人最终成功脱困 珍妮也因为抢救及时 并没有生命危险 最后 她还参加了弗兰克女儿的音乐会 过上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 自己的儿子被残忍割喉 作为父亲的他不但不指认凶手 反而撤销了法院对杀人犯的一切指控 然后在杀人犯猛逼的表情中离开了 杀人犯并不知道 自己将会遭遇怎样凶险的报复 凯文是一家公司的总裁 性格如雅 日进斗金 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 大儿子布兰登从小就喜欢冰球 长大后更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冰球运动员 这天 他要求父亲凯文在他去市区 作为首发队员参加一场交换比赛 凯文听后感到十分高兴 在比赛场上的布兰登表现十分优秀 回家路上依然藏不住胜利的喜悦 凯文也为儿子感到骄傲 两个人在车上大谈理想和未来 却没发现已经被一辆车悄悄尾随 车子途经加油战时停下 凯文给车子加油 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 还和妻子讲了布兰登的异想 两人兴奋地讨论着儿子的光明前景 布兰登进了便利店买饮料 殊不知这一曲 两人就此天人两别 就在布兰登准备买单的时候 从一辆车上下来的一群蒙面人 拿着枪指着店里的所有人 店长想偷偷拿枪反击 不料却被发现 一枪毙命 店里只剩布兰登 所有蒙面人的枪瞬间对准了他 凯文见布兰登有危险 立马跑过去想要叫儿子出来 却被一旁惊慌失措的车子撞翻在地 他挣扎起身 却亲眼目睹了儿子被杀害的一幕 凯文再也忍不住了 拼命跑过去 拦下了一个落单的蒙面人 打斗中凯文一把扯下了这人的头盗 这人手上拿着刀满身是血 正是亲手杀害儿子的凶手 凯文一愣神 就被杀人犯挣脱逃走了 杀人犯在逃跑时慌不择路 还被身后一辆车撞到人羊马帆 但是凯文顾不了这么多 连忙起身找到店里的儿子 儿子此时已经血流如注 奄奄一息 加油站因为刚刚的那一场骚动已经空无一人 凯文就算喊破喉咙也没有人过来帮他 等儿子送到医院时已经因为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听到消息的妻子和小儿子赶来 就被通知这样的噩耗 三人哭着抱作一团 怎么也不能接受布兰登的离世 幸福的一家从此一蹶不振 等到了出庭那天 也只有凯文一个人去 随行律师告诉他 凶案发生的加油站没有摄像头 杀人犯身上的凶器也不翼而飞 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庭最多只能判他三到五年 凯文对于这样的判决感到不可思议 律师却表示只能帮他倒枕 法庭上 看着凯文甚至挑衅他 显然他已经知道自己不会被判处畸行 此时正毫不在意地坐在椅子上 仿佛正在被审判的不是自己 凯文想杀一个人的心都藏不住了 当法官问到他是否能指认 眼前这人就是杀人凶手时 凯文却坚称自己当时因为环境太暗没看清 并不能指认此人就是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 法院只好判决杀人犯当庭释放 所有人都震惊了 只有杀人犯在沾沾自喜 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杀人犯一出法院一群混混来迎接他 就在法院门口庆祝着他用杀人证明了自己 成功加入黑帮组织 凯文目睹这一切 不禁怒火中烧 原来自己儿子的死 只是他人可笑的入邦仪式 凯文一路尾随混混 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确定了这里就是杀人犯的藏身之地 等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凯文来到后院仓库翻箱倒柜寻找趁手的工具 终于翻到一把锋利的匕首 突然小儿子陆克听到想动后过来查看 原来小儿子也因为哥哥的死无比痛苦 来找父亲倾诉 凯文连忙把匕首藏在大衣口袋里 说自己有东西忘在公司了 然后匆匆离去 凯文来到杀人犯的居所 正好碰见杀人犯下楼倒垃圾 他悄悄跟上 趁杀人犯不注意直接锁喉 拿出匕首 像当初杀人犯杀死自己孩子那样 连捅束刀杀死了他 等第二天 黑帮偷偷发现自己刚加入的新伙伴被人杀死了 顿时怒不可遏 原来这个杀人犯是黑帮老大的弟弟 黑帮老大一下子就想到 和自己弟弟有血海深仇的凯文 愤怒地离去 发誓想要找到凯文 为弟弟报仇 与此同时凯文这边 女警上门找到凯文 通知他杀人犯被人手刃的消息 凯文听后强壮镇定 女警却发现了他微微颤抖的手 心里悄悄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加上凯文在法庭上一反常态的表现 女警心中猜测是凯文动用了私刑 因为如果送杀人犯进去 杀人犯将在里面安然地度过三年 等到凯文下班后 他吞下镇定计安抚自己的心情 一下楼却被一个混混从背后偷袭 凯文从玻璃窗看到混混的行踪 一转身躲过 用公文包狠狠地砸在他的身上 其他混混眼见自己的同伙被揍 于是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凯文慌不择路跑进巷子里 跑进一间工厂车间 挡上门拖住混混 等到混混们追上的时候 他已经跑楼道来到停车场 准备开车逃之夭夭了 他刚打开车门准备进去 一个混混却缠了上来 他拉开车门将混混的头猛撞 撞得头泼血流 混混愤怒地冲进车里和他扭打在一起 车子却逐渐往下滑 眼看就要冲出天台停车场的栏杆 凯文打碎车窗奋力一跳逃了出去 混混却随着车子一起坠楼身亡 目睹车子坠下楼的黑帮老大 确定了凯文就在天台 于是带着一群人来到天台 却看着凯文开着车逃走 远处传来警笛声 混混们只好暂时放弃追杀凯文 第二天一个拿着布袋的黑人冲进公司 直奔总裁办公室而去 将手里的布袋丢给他 保安上前将这个可疑人员拖走 那人被拖走时 嘴里还说着威胁的话语 坠坠不安的凯文回到办公室将布袋打开 里面是一张自己的全家福合影 合影上自己的妻儿都被打上了红叉 照片背后还有一串电话号码 凯文打过去 接电话的人说着要凯文一家人给自己的弟弟尝命 挂掉电话后凯文连忙找到警局 说自己一家人受到了死亡威胁 并急不可耐地赶回家 回到家后的凯文仿佛听不见妻子急切地询问 一股脑将别墅所有的门窗锁死 窗帘拉上挡好 一副警惕的样子把妻子吓到快要哭出来 等做完这一切凯文才冷静下来 女警来到别墅 承诺派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要凯文说出他到底做了什么才会惹到黑帮老大比利 凯文沉默不语 于是女警证实了一直以来自己的猜测 警告凯文不要再做杀人偿命这种犯法的事情 但他还是留下人保护他们一家 到了晚上 凯文彻夜不眠地拿着武器待在客厅 却听到屋子外一阵车笛声 凯文拉开窗帘一看 才发现女警安排来保护他们的警察 都已经被悄无声息地杀害 他连忙起身想要自卫 混混却已经潜入了他家 黑暗中凯文手无寸铁 被混混打到在地 楼上的妻儿也被绑下来 和凯文丢到一起 比利从混混堆里走出来 给凯文一家三口一人来了一枪 然后扬长而去 等凯文从医院醒来 才知道自己已经获救 女警进来告诉他 他的妻子因为伤势过重死去 小儿子也陷入沉睡不容乐观 女警警告他 不可以再这样动用私心 凯文坐到小儿子病床前真挚地忏悔 最后流着泪在小儿子的额头上亲吻 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此刻下定了决心 他从医院病房的窗子跳出 不知所踪 与此同时病床上 小儿子的手开始有了动静 好像就要苏醒 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 凯文来到银行提出了自己所有的存款 来到威胁电话所在的一家酒吧 问前台比利在哪 前台用西班牙语嘲笑他 没想到凯文也会讲西班牙语 直接一句狠话还给他 前台猛了 恼羞成怒骂了凯文一句 复仇心切的凯文根本不屑和他废话 把他摁在桌台上揍 前台被揍之后老实地告诉他比利经常出现的地方 凯文获取比利所在地之后 又来到军火商店购买装备 他拿出整整一包的钞票 老板一看凯文的来头不小 就为他准备了各种口径的手枪 最终凯文拿走了全部的枪 就在凯文准备离开的时候 老板拿枪对准了他 原来比利和杀人犯都是老板的儿子 老板猜到凯文是要来杀比利的 不过老板并没有阻止凯文 因为老板一直不满比利很利的作风 凯文要是能成功杀了比利也算替天行道 凯文回到家后 尝试着各种心道手的装备 剃掉自己爱事的头发 换掉拘谨的西装 从儒雅的白领变成复仇的杀手 他来到酒吧前台提供的地址 里面正传来一个混混的笑声 凯文开枪打开门闯了进去 里面的混混吓到魂飞 他没想到本来被自己干掉的凯文 怎么又出现在这里 凯文拿着枪威胁混混提供比利的所在地 还让混混拨通比利的电话 通知他凯文即将归来 要比利杀人偿命 另一边的比利也知道了凯文没死的消息 满脸暴躁的就想立马找到凯文复仇 刚出门却被自己的父亲拦住 老板见过凯文身上的杀器 知道他不是一个擅长 劝比利别去应战 否则录死谁手还不知道 还没等老板说完 禽兽一般的比利竟直接开枪将自己的父亲打死 比利做好准备迎接凯文的复仇 他吩咐手下在大门的地方守着 凯文见状丝毫不惧 没有一点犹豫开车连人带车撞翻 手下还没来得及掏枪 就被撞到一边晕死过去 凯文拿上狙击枪从车里出来进了屋子 将来人见一个杀一个 凯文枪法天赋极高 一路杀掉了无数的混混 就连藏在墙后面的混混也被他炸穿墙壁直接命中 很快只剩最后一人 凯文和比利的决战一触即发 两人在血红色的基督神像前互相扫射 很快两个人都身中树弹 体力不知瘫坐到一起 比利出言嘲讽 觉得凯文已经被自己拉下了泥沼 凯文却笑着拿出手枪对准了比利 最终比利被凯文杀死 凯文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别墅 别墅外警察正在逼近 要将这个杀手绳之以法 凯文却不在意 打开电视播放自己家庭以往美好的录像 这时女警告诉他 小儿子即将苏醒的好消息 影片到此结束 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那就是亲缘 凯文首刃仇人固然不对 却也在被审判的最后时刻看到了曙光 眼前这个目光锐利装备精良的男人 是世界上最强的保镖 接下来 他将目睹自己保镖人生中最大污点 因为这个男人即将出动 他是被十多个国家联合通缉的顶级杀手 在任务过程中 他手持枪械出手狠辣无情 二人第一次碰面 就是在保镖送任务目标上飞机的这一刻 完成这一单后 保镖又会收入一笔丰厚的报酬 想到即将入账的工资 保镖很是兴奋 而接下来一个子弹穿过玻璃 瞬间带走了客户的性命 由于客户飞机还没有起飞 依旧在保镖保护的时间之内 于是 原本五星级的保镖生育被干得吸髓 他的保镖生涯中出现了重大失误 让原本意气风发的神级保镖 变成了颓丧的中年人 原本的五星级保镖如今也变成了三流 上下班乘坐的豪车 带的名表都变得破烂不堪 失落的男人怀疑是女友泄露机密 他的猜疑让女朋友变成了前女友 等级的下降让保镖只能接一些不入流的火 这也让他的收入降级 在保镖为生活而奔波的时候 远在东欧的一处小村庄中 一名强大的上位者正在村落里面枪杀平民 由于种种恶行被曝光 他被送上了国际法庭 法庭外是无数呼吁人权 要求对凶手展开激烈处罚的示威群众 可是经过国际法庭的仔细审判后 却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 只能宣布延后再审 因为相关的直接证人全都被眼前这个人杀光 如今能够撬开犯罪者嘴巴的 只有刚刚被捕的一名杀手 只要杀手愿意出庭作证 就有机会把凶手绳之以法 相应的作为报酬 国际刑警答应了他 释放了他刑期未满的老婆 这下杀手被拿捏得死死的 立刻被押送着从监狱准备前往国际法庭 而前往的路程需要一天零三个小时 为了避免杀手也被凶手暗杀 警方这一次出动了一支特种部队进行护送 可惜打脸的时刻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车子刚刚开出去没几公里 就遭遇到了恐怖袭击 负责押送的车直接被炸翻在地 之后路边涌出无数持枪的劫匪 对着小队就是猛烈扫射 在大街上爆发了激烈枪战 随着枪声间隙 负责押送的特战小队成员全军覆没 唯一剩下的一个活口 一名女探员 还是在杀手的帮助下才勉强活了下来 而杀手也不是安全无恙 在混战中他的腿被子弹击中 好在多年的从业经验 让他在危机中寻求了一条生路 在一处临时避难所里 杀手生猛地挖出了腿里的子弹 跟着一起活下来的女探员接到了上级的电话 杀手却告诉他别接 他已经有所怀疑 此次押送的任务在秘密等级上为绝密 而自己才刚刚出监狱就遭遇到了袭击活动 很明显警局内部有内鬼 如果想要完成这次任务 最好找一个强大的局外人帮着自己 而杀手的要求 女探员正好想到一个人可以满足 那便是自己的前男友 一位三流保镖 他的前男友正式开篇提到的 由于失误导致工资降级的保镖大哥 联系上保镖后 听到这次任务可以恢复自己五星级保镖之王的身份 男人二话不说直接来到了避难所 只是刚进去他就后悔了 因为保镖发现这次护送的对象 居然是曾经和自己交手27次 并且次次想要杀死自己的死对头 敌人见面分外眼红 可是几番交手下来 两个人谁都打不赢对方 最后二人为行事所迫 暂时放下了个人恩怨 一个为了妻子 一个为了自己五星级保镖的身份 他们暂时达成了和平合作的微妙平衡 把杀手交给保镖后 女探员就准备回警局搜查 自己这次行动中所在的内鬼 只是他们没想到 两个人此时所在的安全屋位置已经暴露 无数奔着悬赏而来的黑白两道人员 向着安全屋所在地赶来 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 保镖与杀手强强联合 外面的警察听到里面传来的枪声 立刻把整栋安全屋都包围住 为了不落入警察之手 杀手和保镖来到天台 在没有推路的情况下 二人直接纵身一跃 靠着楼底下的垃圾桶安稳落地 在前往国际法庭的路上 为了避免被警察搜查 谨慎的二人行驶一段路 就会更换一辆车 靠着娴熟的工作经验 杀手直接一拳打碎了车窗 驾驶着一辆三无的老旧车辆行驶上街 在行驶的路上 二人还互相接着对方的底裤 把一件又一件糗事说了出来 就这样两个人一路欢天喜地地来到了郊区 只是他们刚准备下车放放水 下一秒的水又缩了回去 因为有三个雇佣兵盯上了他们 那脆弱的车子也被射成了马蜂窝 好在那三个人声势浩大 实力却不咋地 很快就被保镖与杀手反杀 只可惜他们的车子发生爆炸 暴露他们位置的定位手机也被炸毁 因为那三名雇佣兵的车也被炸毁 俩人只能步行离开 走了一会儿 他们见到了一辆满载修女的大坝 自来熟的杀手带着保镖 很快就与修女们打成一团 之后他们决定赶乘水路 乘坐邮轮前往阿姆斯特丹 路上杀手告诉保镖 由于自己小时候目睹了善良的父亲被暴徒虐杀 这才导致他走上杀手之路 专门杀死那些罪大恶极的人 两个人在路上袒露心声 下岸后他们找到了一家新的避难所 而就在保镖和前女友宝贝所在位置时 杀手已经悄悄离开 他买了一束花和一顶帽子 保镖则一路跟着他解决了尾随的敌人 很快 杀手就来到了一处高楼前 放下了自己购买的鲜花和帽子 他此刻想做的 是向对面监狱里关押的妻子报个平安 做完这些后 杀手告诉保镖 当初导致他工资下滑的那段任务是自己做的 原因就是保镖所保护的那名商人贪污腐败 自己顺手接了这个暗杀任务 只是没想到却因此断送了保镖的一番事业 听到这愤怒的保镖打算放弃这个任务 被怒火冲昏头的保镖离开后 杀手就很快遭遇了雇佣兵的围杀 此刻画面异常诡异 杀手这边奋力求生 而保镖那边却岁月静好 跟着躲在柜台后的商店老板抱怨着自己之前的辉煌 最终 在枪声的鼓动下 挣扎的保镖放弃了抵抗 骑着一辆摩托车向着杀手的位置担去 看着在和对岸架起的火箭炮 杀手觉得这一次自己要宰 好在保镖及时出现 杀手在保镖的帮助下逃出升天 只是意外再次来临 保镖被敌人生情 他见到了审讯自己的变态 只见敌人用尸毛巾捂住保镖的脸 准备实行酷刑 就在保镖生死存亡之际 杀手从背后窜出 拿着准备好的刑具送敌人下了地狱 之后 带着保镖一路突围 开着车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就在二人一路开车一路打着嘴炮 向着国际法庭行驶之时 在国际法庭内部 不少人正在焦急地来回走动 他们正在等待杀手的出庭作证 只是被所有人期盼的人 此刻正在地下车库里 为挑选哪辆车而感到烦恼 最终为了不那么引人注意 他们还是选择了一辆旧款轿车 只是没想到这辆车却还是被敌人盯了上 在追逃过程中 保镖甚至突破挡风玻璃被摔了出去 敌人们也纷纷赶到现场 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再次会合 二人只能分头行动 靠着顶尖的驾车技术 杀手在公路上甩开了敌人 保镖则在附近的厨房里 对赶来的敌人展开了一对一点杀 最后 两个人在法庭外成功会合 二人风尘仆仆地冲到法院内部 此时 距离法院审判凶手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分钟 好在他们及时赶到庭审现场 杀手向国际法庭提供了 自己手中掌握的所有证据 其中就包括凶手在执行 惨无人道屠杀时所拍摄的照片 可以说 这组照片成了决定凶手罪行的铁证 最终 凶手的暴行被法庭公之于众 见自己暴露 没有了可以狡辩的余地 凶手直接不装了 他说自己摊牌了 可看他自信的样子 杀手与保镖莫名地觉得 眼前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 恐怕有着退路 不出二人所料 凶手确实有自己的撤退办法 那便是暴力拒捕 只见在他的安排下 一辆装满炸药的货车 直接冲向了法庭 在法庭外的小广场上 引起了剧烈爆炸 在骚乱之中 凶手趁机抢夺了法庭警察的手枪 直接瞄准了杀手 他想解决掉指证自己的杀手 在这关键时刻 保镖直接一个飞扑 就下了被盯上的杀手 可他却身负重伤腹部重担 在法庭内部陷入混乱之际 警局的副局长悄悄地离开 原来他就是内鬼 是他在警局内部出卖消息给凶手 女探员见状不妙 本想拦住撤离的副局长 却被他一手反杀 好在女探员有一个 关键时刻派的上用场的前男友 只见保镖拖着重伤的身子 一枪撂倒了副局长 看着脆弱的前男友 二人之间的感情 有重新复燃的趋势 这边浓情蜜意 另一边却战火不断 暴力拒捕的凶手 还在垂死挣扎想要逃跑 他逃到楼顶 准备乘坐接应的直升飞机离开 咬着他不放的杀手 被直升机上的机枪扫射 好在他业务能力娴熟 一枪直接干掉了 飞机上的机枪手 被凶手视作逃生之路的直升机 也在他的注视下 直接坠毁在楼顶 眼见逃跑无望 凶手干脆不跑了 他坐在楼顶 无力地嘲讽着杀手 想要激怒他 让他杀了自己 临死前他还不忘嘲讽杀手 自己是不会改头换面的 杀手也不会因为这件事 而得到宽恕 却没想到杀手疯狂大笑 说着自己才不在乎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凶手去死 在杀手眼中 眼前这个男人已经是个死人了 就在他向自己保镖开枪的时候 最终 凶手在疑问中 被杀手一脚踹下了顶楼 重重摔在一辆车顶上 附近围观的抗议人群 也纷纷围了过来 最终 杀手身藏公语名 一个人离开了现场 他来到重伤的保镖身旁 也正是这一次合作 让原本水火不容的二人 成了患难与共的好友 2024最新犯罪电影 五磅压力暴力来袭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内 表面上歌舞升停 背地里却罪恶横生 在无人在意的黑暗角落中 由于意外杀人的被判处 有期徒刑的亚当 在服刑十几年后 获得了三年的假实刑期 获得自由后 他在被允许行动的社区范围 租了间房间 并准备找份工作重新开始 亚当找到之前的朋友 通过各种渠道 终于找到了素未谋面的儿子吉米 回忆起父子上一次见面 那时的吉米还只是一个婴儿 如今不知道以何种面目 去见儿子的亚当 只能当作陌生人一样 在远处注视着他 突然 他听到了球场上发生了争执 原来是儿子打球 时与别人产生了口角 想保护我儿子的亚当冲了上去 不料却中了对方狠狠一拳 由于在保释期间 他不能对别人动手 只能隐忍地吃下这一记闷亏 吉米看不下去 过来询问他为什么不动手 亚当只能找借口搪塞过去 吉米还不知道 在他眼中有些许窝囊的中年人 其实就是自己的父亲 亚当没有告诉吉米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和好朋友讲述着自己未来的打算 准备在彻底稳定下来后 以堂堂正正的父亲身份 去和儿子相认 和前妻认错 另一边 当时被亚当意外杀死的受害者家属 也经历着心理上的折磨 哥哥得知伤害自己弟弟的凶手 如今获得了保释后 心中很不平静 他心情不好 还和女友吵了一架 之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 麦克倾诉自己的心事 多不会少 作为倾听者的麦克 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团糟 他的梦想是成为摇滚乐队的成员 可是家庭原因 让他跟着叔叔做着面粉生意 在他看来 自己一直在叔叔的把控下 接触着社会最黑暗的一面 每天跟面粉爱好者们打交道 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 他亲眼看到了放高利贷的人 硬生生把一名借贷者的眼睛弯了下去 而在麦克看不见的地方 他的叔叔其实是一个 对自己兄弟很温柔的人 时常会背着麦克去找 欺负他的小混混 帮自己的侄子出气 不久后 叔叔把一笔重要交易 单独交给麦克去执行 同时给了他两把手枪 嘱咐麦克再顾个人打打下手 两把手枪的特点是 只有五磅的扳机压力 麦克收好枪后 带着受害者哥哥 一起来到约定的地点 里面是一帮凶神恶煞的壮汉 面对这一看就不好惹的人群 麦克壮着胆子 咽了咽对方的火 确认无误后返回车上 嘱咐着同伙一起注意里面的动静 之后拿着钱准备完成这次交易 好在那群大汉并没有刁难麦克 收到钱后就把准备好的面粉交给了他 拿到货后 麦克和兄弟一起离开 在车上 麦克诉说了自己的理想 他准备撬走叔叔的客户 之后狠狠赚上一笔 带着足够的乐队启动资金离开这里 到外面追逐自己的音乐梦 只是 现实很快就教会了他生存的道理 回到叔叔的办公室 在收到货后 叔叔却只交还了他一半的酬劳 就在麦克想要争辩时 新的买家过来进行交易 好兄弟不想掺和这件事 就提前和麦克打了个招呼 自己独自离开 只是由于撤离得太急切 在交还枪之时 麦克才想起自己好兄弟身上还有一把枪 叔叔知道后对自己的侄子很是无语 他告诉对方一定要快 一把枪流落在外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因素 另一边 亚当还在找机会接近自己的儿子 在接触过程中 他发现吉米和自己一样 有着不俗的绘画天赋 或许是血缘之间的关系 让吉米也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 有着一丝丝亲切的感觉 不久后 前妻就发现亚当和吉米曾经联络过 虽然亚当再三保证 自己从来没有坦白身份 但是前妻却不想让自己的儿子知道 他有一个罪犯父亲 很快 当地机构就找到了亚当 诉说了前妻的诉求 他禁止亚当靠近自己和儿子 好在亚当并没有违反规矩 依旧可以在社区内自由行动 前妻把亚当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儿子吉米 说是亚当抛弃了他们母子 这也让吉米仇恨起了父亲 认为多年来父亲对自己的家庭不闻不问 导致了他与母亲的苦难 他答应母亲会远离亚当 夜晚降临 迈克和同伙来到酒吧买醉 发现了亚当就是杀死自己好兄弟亲人的凶手 同伙觉得可以趁机敲诈一笔 作为行家 他知道 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的人最怕惹上麻烦 他们两个人守在酒吧 等到打烊后堵住了亚当 并当街嘲讽对方 亚当愤怒地挥出一拳 很快冷静下来 亮腔着离开 离开后的迈克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兄弟 告诉他在酒吧遇到了伤害对方弟弟的凶手亚当 还帮忙出手教训了一顿 同时迈克提醒他尽快把枪支归还 不然自己的叔叔可能就要爆炸了 挂断电话后 想起自己弟弟的死亡 哥哥拿起枪支 心中默默地燃起了复仇的想法 可是意外来得如此突然 还没等哥哥有所行动 他的母亲就在第二天早上撞到了亚当 想起自己小儿子的死亡 身体本就不好的老太太 身体负荷过重直接进了医院 哥哥接到消息赶到医院 就被医生告知由于年龄原因 老人已经患有心事衰竭 不能再接受刺激 看着没有清醒的母亲 哥哥选择来到好兄弟迈克家借酒消愁 却意外撞见了 自己的女友和兄弟迈克鬼混的场景 愤怒的他冲上去就打了迈克一拳 之后气冲冲地离开了现场 这也让他知道 自己的女友早就和迈克勾搭在一起了 两个人甚至有了私奔的打算 选择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 兄弟的出现让迈克下定决心 他趁着夜色回到了叔叔的基地 拿走了他的车和钥匙 以及保险柜里的枪支 他找到了叔叔的专属供应商 向对方提出自己要购买更高纯度的白粉 供应商答应了迈克 只不过他要迈克先拿出定金 如今迈克身上一无所有 他想到了为叔叔的客人提供高利贷的人 找到商人的他立刻进行贷款 抵押物就是叔叔的车子 迈克原本打算着 靠着贷款买到更纯的货之后 转手大赚一笔 再把贷款还上 剩下的钱也足够他在外逍遥快活一辈子 在迈克进行交易后的第二天 亚当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吉米 可是被仇恨蒙了心智的儿子 并不想和自己的父亲谈话 亚当只好找到前妻 动情地说自己还可以成为一家人 可是妻子心中满是痛苦 这十多年来 他一个人把儿子拉着打 其中的辛酸与泪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抚平的 这几年间吃得苦受得累 好不容易生活逐渐稳定 孩子也上了学 他这个杀人犯父亲却突然冒了出来 说什么可以成为一家人 前妻认为亚当的想法很自私 他只考虑了自己 没有为前妻和儿子思考过 两人之间出现了裂痕 看着心灰意冷的前妻 亚当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他没有放弃与自己的儿子进行联络 在一次交谈中 亚当说了自己进监狱的事 承认自己很后悔 希望弥补这十多年来父爱的缺失 得知真相的吉米跑来询问母亲 他觉得亚当抛弃自己以及妈妈 是被逼无奈 母亲也没有跟儿子计较 他知道儿子是个独立的人 有着自己的思考 他只是要求吉米下次与亚当见面时 先让自己与他谈一谈 既然无法阻止那就选择加入 之后 他打电话告诉亚当 自己不会阻止父子之间的见面 但是一定要遵守规则 这个消息对亚当来说 简直犹如天降之喜 另一边 受害者的哥哥守在女友的楼下 看着迈克送自己的女朋友离开 二人分开后 他把迈克拖进楼道 警告他离自己的女友远一点 再靠近一些就杀了他 头部受伤的迈克为了赚钱 忍着剧痛找到了供应商提供的人 先付了一半货款 却没想到对方离开后就挽起了消失 一去不回 付了一半钱的迈克 找到了供应商 女人却说自己只负责提供线索和消息 至于交易 他从不顾问 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风险 都由迈克自己承担 最终 想要来应的迈克 被供货商的人礼貌地送出了门外 颓废的迈克找到了高利贷商人 希望能宽限几天 黑帮大佬二话不说 带着他来到角落 念在对方叔叔的份上宽限了一天 走投无路的迈克抢了一家便利店 只是这些对他来说是杯水车薪 紧接着他便找到了亚当工作的地方 一进去却撞见了受害者哥哥 与亚当持枪对峙的场面 面对想要忏悔的亚当 受害者哥哥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三人对峙时 酒吧的线路突然故障 黑暗中枪火响起 等到光源再次亮起 迈克已经倒地不起 受害者哥哥也大腿重担 亚当告诉受害者的家属 自己可以作证是迈克过来抢劫 他只是建议勇为 帮助自己解决了抢劫犯 而回应他的却是一声枪响 亚当再也没有机会与儿子相认 处理好大腿伤口的哥哥 看着新闻中报道的酒吧抢劫案 匆匆地离开便利店 吉米也收到了亚当朋友送来的一本画册 里面是亚当画的吉米一家 另一边 叔叔知道了自己侄子的遭遇 直接带人来到高利贷商人的地盘 枪杀了黑老大 而自己也由于持枪杀人被警方逮捕 几个家庭中的爱恨交织也到此结束 小人物的悲伤盘旋在灯火 璀璨的城市底层 而像这种悲剧 只会多不会少 猛男都是这样喝酒的 男人往空杯放入两颗子弹 再到满小鸟福特家 一个抬头就全部喝完 紧接着他拿出一把左轮手枪 再将子弹从嘴里拿出放进枪膛 停下高速转动的轮盘后 男人用枪顶住自己的下巴 同时做出一个敬礼的手势 扳机扣动的瞬间他活了下来 他庆幸又失望地放下手枪 这是他每周都要来一次的活动 眼见没能死成 约翰来到超市准备买点小酒 不料却闯入两个不速之客 所有人都被劫匪吓得趴到地上 可约翰却像龙了一样毫无反应 劫匪以为约翰龙了 不幸邪地拿枪顶了顶他的后背 没想到约翰抢过枪管 直接就让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心脏 劫匪被这操作弄得有点猛 还没做出傻反应 约翰又自说自话地抓起枪管 抬手就塞进了嘴里 劫匪第一次见到这么不怕死的人 只能无助地看向同伴 即使同伴也催促他开枪 可他始终无法扣下扳机 紧接着约翰又把枪对准自己脑袋 并且大声催促劫劫匪开枪 看劫匪还是没敢动手 约翰直接上手夺过枪 再把劫匪干翻 嘴上还催了一声真不中用 约翰快速地放倒了另一个劫匪 又返回货架拿起一瓶福特价 然后从劫匪口袋里掏出他们抢了钱 直接拍到了前台上 大手一挥让店员别找了 约翰是海军陆战的退役特种兵 在一次任务行动中 他的队员们全部战死 作为唯一活下来的士兵 约翰患上了创伤后遗症 总会回想起战斗时的惨烈场景 这将他折磨得几乎精神崩溃 因此约翰只能在失眠时 发泄般地锻炼身体 在用酒精麻痹自己 约翰至今还未主动求死 是因为他有一个妹妹 辛迪十分善良 常年活跃于各种慈善活动 他还会去照顾墨西哥贫民窟的孩子 只有他能对约翰发脾气 也只有他能懂约翰的心结 兄妹俩去餐厅吃了晚饭 辛迪这次只匆匆回国一天 第二天他又要回到墨西哥 约翰知道挽留不下妹妹 便只能让他注意安全 可没过几天约翰便接到大使馆电话 辛迪受了重伤倒在海滩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约翰文言立马飞到了墨西哥 迎接他的大使馆副领事 也是他曾经的战友 约翰来到医院 看见了满身伤痕的妹妹 负责这件案子的探长盛托告诉他 辛迪或许是遭遇了抢劫 但现在还没有查到凶手是谁 约翰想去现场看看情况 盛托却推辞说贫民窟治安很差 作为警长在贫民窟调查案情 都时常受到当地人的阻碍 有时连枪支都制服不了那些暴民 盛托为了办案经常和他们起冲突 如果约翰飞去不可 他们会为约翰安排向导 但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没有什么能阻止约翰的决心 他很快就来到了贫民窟 骗警小达就是他的向导 约翰很快感受到了贫民窟的凶险 但依然让小达带他去了海滩 约翰四处查看 并且询问是否有目击证人 但很可惜没能找到一点头绪 在小达的带领下 约翰也感受到了贫民窟的不寻常 原来这里的设施都是毒贩件的 作为回报这里的人都会保护毒贩 因此几乎人人有枪 也个个不简单 约翰探查之后回到医院 正巧看到一个护士给辛迪添加药物 护士长者亚洲面孔 他冲约翰笑了笑 转身就离开了病房 约翰把花放好就坐到了一边 可这时他突然发现辛迪有点不对劲 他突然开始浑身抽搐 约翰第一时间想找回刚刚那个护士 但却没能找到他的行踪 于是只能赶紧招呼医生 还好抢救及时 辛迪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 面对约翰询问的护士 医生却说 医院并没有这样长相的护士 约翰顿时起了疑心 他找到副领事和圣托商量 很明显妹妹是被人盯上了 但又是谁非要置辛迪于死地呢 对于眼前的情景 约翰决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真相 于是他再次来到海滩 很快他就看见一群人形迹可疑 他跟上那群人 然后举着辛迪的照片询问线索 但这时 他却发现有人戴着辛迪的项链 约翰直接一把掐住小伙 小伙的同伴们二话不说就要做约翰 但约翰毕竟是专业的 他轻松地群殴了一帮小混混 就在他想要逼着小伙开口时 小达突然出现 小达告诉约翰一切都是误会 这个小伙的妹妹是辛迪是好朋友 几天前小伙妹妹失踪 为了安慰他 辛迪才把项链送给了他 小伙得知约翰是辛迪的哥哥 于是将辛迪留下的笔记本交给约翰 可上面有几页不知被谁撕掉了 临走时约翰问其小达 才知道最近这里老有女生失踪 约翰在酒吧里 发现辛迪曾经联系过的电话 约翰赶紧打了回去 对方是与辛迪合作过的摄影师 两人约好第二天见面详聊 通过摄影师的话约翰才知道 辛迪不只是在贫民窟做慈善 最近贫民窟老有女孩失踪 他也独自调查了起来 甚至在出事前让摄影师帮他 拍摄下他去见一个人的照片 但当约翰提起照片所在的时候 摄影师却表示 除了辛迪手里的 他这里并没有备份 约翰显然不幸 借着拥抱约翰一下偷了摄影师的包 不出所料有一个U盘 同时摄影师的车突然炸了 约翰震惊之于赶紧向四周看去 他竟然能看到那个假冒护士 女人发现了约翰的目光 赶紧转身就跑 约翰也在他身后紧紧跟着 在转过一个拐角后 女人上了一辆车 而紧接着便有一辆车的人 举枪对着约翰扫射 还好约翰伸手够快 但一旁的保安就没这么幸运了 约翰掏出保安身上的枪 伸出脑袋一枪一个消灭暴徒 对方一看着根本没法打 一脚油门就跑了 约翰以防万一找到副领士 两人用电脑查看照片 根据约翰的描述 副领士提醒他这里有日本黑帮 他们与本地黑帮勾结在一起 或许就是他们干的好事 同时他们在照片里 发现了照片里玻璃反射的夜店名字 约翰本想独自行动 但副领士却坚持要送他过去 在夜店里约翰发现 照片上的男人正在台上当DJ 而夜店四周全是猛男保镖 突然约翰看到 有人提着箱子跑进厕所 他想跟上查看却被保镖拦下 约翰假意离开 然后翘起腿就放倒了保镖 约翰进入厕所先将男人一顿暴揍 然后拿着心迪的照片询问情况 男人本想装作不认识 约翰却也不惯着他 直接拎着他的领子把他摁进马桶 男人刚开始还很嘴硬 但反复几次之后不得不告诉约翰 他是个人口贩子 也是当地日本黑帮的人 心迪打听到消息后就一直跟踪他 当他约见客户的时候 心迪也找上了他 但男人并未对心迪下手 当约翰问起他的客户都是谁时 男人只粗略地爆出一个庄园 眼看再不能问出什么 约翰拿着他的箱子转身离开了厕所 与此同时圣托也带领着一对特警 他们要对贫民窟进行清醒 而约翰则跟副领事一起前往庄园 当副领事想跟他一起行动时 还是遭到了约翰的拒绝 约翰独自来到日本黑帮的代客庄园 这里遍地都是妖娆的清凉美女 约翰一进门就受到了热情款待 他警觉的四处张望 发现这里安保十分森严 很快他就被人带到了走廊上 约翰手脚麻利地反杀了保镖 继续往下探查 他看到了许多被拐卖的少女 这里就有心敌那个失踪的朋友 圣托那边的战斗也有进展 有警员发现了行踪可疑的黑帮成员 他第一时间将人控制下来 可当圣托赶到时 却一枪打死了自己人 在他的眼神示意下 黑帮成员直接上车逃离现场 而他也接到了黑帮的电话 表示会替他们解决约翰这个麻烦 得到消息的黑帮老大 第一时间把人口贩子压到了面前 举起他40米的武士刀 直接送人口贩子归了西 而约翰此时突然被人包围 只见他反手就把箱子砸人脸上 紧接着一边躲闪一边突出重围 肉搏战也不在话下 不多时就放倒了所有打手 但此时圣托却举枪赶到 对圣托二五载行径并不知晓的约翰 只能表示这些人是伤害心敌的凶手 圣托却说他没有证据擅闯明宅 约翰带着他们来到仓库 可这里空无一人 原本关押的女孩不知去向何方 约翰很快意识到警方或许有黑帮内鬼 可由于没有证据 约翰只能听圣托安排回宾馆等消息 可约翰却觉得探长的眼神不对劲 他赶紧让小达回医院保护心敌 然后独自跟踪圣托 果然那个日本女人又来到医院 准备杀心敌灭口 幸好小达及时赶到 打死女人救下了心敌 约翰则跟踪圣托来到一个码头 他发现黑帮将女孩们带进仓库 大概是要将她们准备走私到日本 同时也确认了圣托是个二五仔 他赶紧打电话告知副领事 但是等待支援还需要时间 约翰决定自己先行行动 只见他进入仓库一拳一个小朋友 然后拿打手的枪又解决两个 约翰借助仓库复杂的地形 和黑帮打起了游击战 很快他就追上了圣托和他的小弟 没想到小弟上来就夺了他的枪 两个人赤手空拳地打了起来 约翰很快就放倒了小弟 圣托见此情景也加入战局 但他根本不是约翰的对手 正当两人拿起锁链还要在战的时候 约翰突然感受到身后一阵凉风 他果断闪向一旁 果然是黑老大出现了 一下形势就成了一打三 约翰一时也落入了下风 但很快他找准时机 夺过圣托的匕首 反身直接扎进小弟脚里 紧接着扯下圣托项链扎进他的胸口 这下就只有黑老大还没解决了 眼看局势又变成了一对一 黑老大不由地谨慎起来 约翰操起两节水管 当作钉字棍使 撕打过程中 约翰还是率先挂了彩 黑老大嘴没闲着 拿心敌嘲讽起约翰 这下约翰直接开启狂暴模式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黑老大 面对这个情景 圣托也终于良心发现 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于是将自己收集的黑老大犯罪证据 全都交给了约翰 当约翰离开时 听到了圣托冲自己开枪的声音 战斗终于结束 约翰抱着被拐的女孩走出仓库 警察也在此刻赶到清理现场 约翰凭一己之力 终结了整个黑帮 心敌也终于恢复了意识 只是暂时还无法行动 副领事借着心敌的医药费 要求约翰为他所用 为了保证妹妹的生活需要 约翰也正式进入领事馆工作 这是夫妻俩的第一次新婚纪念日 男人送上一个不能明说的礼物 准备培养一下夫妻激情 并热切地希望老婆能试一试 可是在这个家里 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 所以做这种事情很不方便 于是为了重燃夫妻之间的感情 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角色扮演计划 用全新的身份去酒吧 来一次互不相识的搭讪 为了配合丈夫大卫 爱马盛装打扮来到了约定的酒吧 可是左等右等 却始终不见丈夫的影子 而此时的大卫正被堵在隧道里面 没有一点信号 甚至连消息都发不出来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绅士的白头发男人找到了爱马 他自称为鲍博 对爱马很是好奇 而等到大卫终于停好车馆 就看到自己的老婆正在被鲍博搭讪 不过为了重燃夫妻之间的感情 大卫并没有爆发 反而装作不认识 从他们二人之前经过 后来在鲍博离开后 大卫和爱马强撑着那股别扭 尽量不让自己笑场地来扮演这次鲍鱼 按照习惯 大卫请爱马喝了一杯最喜欢的鸡尾酒 而这时 鲍博却宣示主权地说着爱马的酒 可以寄在自己的账上 甚至开放地提出 如果三个人一起他也不介意 看着自己的加入 让他们有明显的拘谨 鲍博留下了自己的房间好 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晚上 微讯的大卫跟着爱马来到房间 他心情激动 小眼睛不断地想着 妻子会给自己什么样的惊喜 而此时爱马却在房间里面 看着手机上的倒计时 等到他出来 倒计时也归零 而他的丈夫大卫 也已经陷入深沉的睡眠 爱马留下一张自己出去一趟的纸条 然后敲响了那鲍博的房门 此时 他的手机上依旧有着一个倒计时 而他们二人可不是为了露水情缘 是爱马的身份被鲍博识破 原来 这个老家伙和爱马同属于一个杀手组织 可是意外和大卫坠入爱河的 他不想再做杀手 他为了家庭 为了大卫 为了两个孩子 决定辞去杀手的工作 于是爱马选择背叛了组织 为了深爱的家人 不惜陷入无穷的追杀 而鲍博却希望爱马能和自己合作 不然的话 他就会把爱马的身份告诉所有人 看着势在必得的鲍博 爱马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倒计时 这个倒计是代表着鲍博的生命 因为在酒吧喝酒时 爱马就趁着他不注意 下了一滴毒药 时间归零 毒药发作 鲍博全身麻痹昏死了过去 而这时苏醒的大卫看到妻子不在 就打电话过来寻找 接通电话的爱马顺着镜子 看到了站起来的鲍博 于是立刻躲避 找个借口挂断电话后 把已经中毒实力大减的鲍博 一脑袋按在茶几上 送走了鲍博 爱马就回到房间 而第二天随着鲍博被杀的消息被媒体报道 大卫和爱马也成了警方排查的重要嫌疑人 因为他们二人昨晚和鲍博在酒吧交谈 不小心被摄像头拍到 察觉到事情不妙的爱马 立刻借口出差 乘上了飞往德国的飞机 至于大卫 在这段期间一直联系不上爱马 甚至连之前爱马告诉他的航班 都没有自己老婆的信息 这下大卫慌了 而此时 FBI已经找上了他 根据监控录像 他们推断死者鲍博和大卫与爱马的交谈并不愉快 同时更让人怀疑的 是那天他们为什么会用假名字出现在酒吧 虽然很干大 但是为了自由 大卫还是说出了二人想要玩角色扮演的事情 不过警察并不相信 同时拿出了爱马结婚时所用信息的真正主人 这个人已经在八年前去世了 现在和大卫一起生活的女人 正是盗用的死者信息 同时 根据警方调查 在上个礼拜的另一座机场 拍到了爱马的影像 而巧合的是 在他出发的前四个小时 当地工会的领袖就莫名其妙地被人暗杀了 当地参加活动的人经过确认 认定有和爱马体型相似的人出现在当场 于是他们推测爱马很有可能就是杀手组织的人 而昨晚的死者鲍博 同样身份也不简单 是和爱马隶属于同一个杀手组织 不过这个鲍博死得其所 根据调查 他身上最起码背负着上百条的人命 至于爱马和大卫所说的要去处理一些公司上的事 实则是去联系了暗网上的商人 多重证据下 爱马已经被警察全球通缉 大卫不敢相信 他甚至苦笑着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不过回应他的是FBI警察严肃的目光 被列为重要线索的他回到家 在妻子从来不让自己进入的房间里面 翻找到了好多护照和身份信息 甚至在仓库里还有一个狙击步枪 此时的爱马 已经找到了在德国的黑市商人 并购买了一整套全新的身份 打算带着大卫和孩子们去加拿大生活 远离组织的把控 可是刚拿到这些 敏锐的杀手直觉让他发现 自己竟然被跟踪了 在丰富的杀手经验下 他首选来到了鱼龙混杂的夜店 并以奇人之道环置奇人之身 在狭小闭塞的通道里面 爱马施展灵巧的身法 躲过了那杀手数次的电击 最后一个巧妙的夺取 卸下了杀手手里的武器 用电棍电晕了围堵的杀手 而他低估了杀手组织牺牲自身 抓他回去的决心 只见爱马刚走出酒吧 不远处一个装作买东西的女杀手 立刻动身 死死咬着爱马 一路追到了地铁站身处 可是在杀手进入地铁站后 就失去了爱马的踪迹 此时 爱马神兵天将 用购物时送的塑料袋 直接裹住杀手的头颅 窒息之下 这个小喽啰被爱马用塑料袋 瞬间制服 那些跟踪而来的杀手 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把爱马全虚全已地带回去 重伤他 再回去复命 枪林弹雨中 那暗网商人开车接应爱马 最后在商人的掩护下 他成功脱身 只不过这个黑市商人 却因腹部重担 当场死亡 后来 爱马就接到了丈夫大卫打来的电话 面对着爱人的质问 爱马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同时 大卫才知道自己的老婆 现在已经到了千里之外的柏林 面对真爱 大卫丝毫不介意他杀手的身份 坚持着要见爱马一面 最好当面谈一谈 当天 他就坐上了 去往柏林的飞机 而在机场 等候他的是一个 举着牌子的陌生男人 在男人的带路下 大卫被带到了一家酒吧 在这里他见到了 久违的妻子爱马 只不过这一次 不需要角色扮演 他们都觉得彼此好陌生 爱马无奈地承认了 自己杀手的身份 之后便相顾无言 大卫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但是大卫的出现 却是给爱马这个杀手之神 增添了软肋和累赘 为了顾及大卫的性命 爱马面对杀手组织派来的人员 不得不乖乖束手就擒 等到第二天 他惊诧地发现 组织已经把自己的 两个孩子接了拐 首领很欣赏爱马 认为他是自己手下 最杰出的杀手 不应该早早就隐退江湖 这样会浪费他的才能 于是组织以爱马的两个孩子 和大卫的性命做妖协 如果想要孩子 那大卫就不能活着 如果想要大卫 那就付出两个孩子的生命 于是爱马被逼无奈地 同意了首领的要求 亲手杀死自己的老公 以此来向组织递交投名状 并再次为他们工作 而爱马在一旁狙击手 八倍镜的监视下 带着大卫走到了小树林 毫不知情的男人 就这样被爱马一枪击中了父母 倒地不起 组织为了彻底砍掉爱马的软肋 做的工作可以说是细枝又细 即便大卫倒地不起 组织依旧安排了厌世人 来确认大卫的死亡 对此 爱马表示你的担心是对的 原来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 再继续干杀手 自然也不会杀了自己的老公 从走进小树林开始 他就把一切都告诉了男人 让他乖乖躺下 自己这一枪会避开所有的重要脏器 只要大卫乖乖配合了 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那专门负责清理尸体的清洁工 刚来到大卫的尸体旁 爱马就发现这里是狙击手的视野盲区 立刻流离地拔掉对方背后的手枪 对着青道夫的后脑就是一枪 同样的做法 他绕到了狙击手的身后 以利落的手段击毙了这个神枪手 解决了所有潜藏的危险 爱马立刻回来关心自己丈夫的生命安全 并为他松开了手上的束缚 夫妻俩一路向着组织的所在地突进 路上的守卫都被爱马一个一个地除掉 再来到别墅后 根据爱马的安排 大卫绕到别墅后面 去确认孩子的位置 而爱马则正面突击 一枪直接击穿了别墅内的女保镖 要不是她穿着防弹衣 早就一命归西了 可是即便身边人中枪 那首领居然还不舍得放弃爱马 下令让杀手们一定要留下活口 殊不知正是这个决定 让首领手下所有的杀手 都死在爱马手中 甚至就连他自己的命 也被爱马一枪收割 在小树林中孤身一人的首领飞速逃窜 爱马在后面紧追不舍 最终 二人展开贴身肉搏 这一路奔跑 甚至能够带出道道残影 最终 首领的体力和技巧 还是敌不过爱马这个金牌杀手 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杀手地步 也被爱马一手覆灭 疲惫的女人解决完首领 来到别墅寻找家人的踪迹 看到大卫和孩子们相安无事 甚至年幼的孩子们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保持着一脸的天真 爱马心里的石头落地 就这样 他们重新回到纽约 开启了不会被追杀的幸福生活 2024最新犯罪电影 《五棒压力暴力来袭》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内 表面上歌舞升停 背地里却罪恶横生 在无人在意的黑暗角落中 由于意外杀人的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亚当 在服刑十几年后 获得了三年的假实刑期 获得自由后 他在被允许行动的社区范围 租了间房间 并准备找份工作重新开始 亚当找到之前的朋友 通过各种渠道 终于找到了素未谋面的儿子吉米 回忆起父子上一次见面 那时的吉米还只是一个婴儿 如今不知道以何种面目 去见儿子的亚当 只能当作陌生人一样 在远处注视着他 突然 他听到了球场上发生了争执 原来是儿子打球 使与别人产生了口角 想保护我儿子的亚当冲了上去 不料却中了对方狠狠一拳 由于在保释期间 他不能对别人动手 只能隐忍地吃下这一剂闷亏 吉米看不下去 过来询问他为什么不动手 亚当只能找借口搪塞过去 吉米还不知道 在他眼中有些许窝囊的中年人 其实就是自己的父亲 亚当没有告诉吉米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和好朋友讲述着自己未来的打算 准备在彻底稳定下来后 以堂堂正正的父亲身份 去和儿子相认 和前妻认错 另一边 当时被亚当意外杀死的受害者家属 也经历着心理上的折磨 哥哥得知伤害自己弟弟的凶手 如今获得了保释后 心中很不平静 他心情不好 还和女友吵了一架 之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迈克 倾诉自己的心事 底层人民的苦难只会多不会少 作为倾听者的迈克 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团糟 他的梦想是成为摇滚乐队的成员 可是家庭原因 让他跟着叔叔做着面粉生意 在他看来 自己一直在叔叔的把控下 接触着社会最黑暗的一面 每天跟面粉爱好者们打交道 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 他亲眼看到了放高利贷的人 硬生生把一名借贷者的眼睛弯了下去 而在迈克看不见的地方 他的叔叔其实是一个 对自己兄弟很温柔的人 时常会背着迈克 去找欺负他的小混混 帮自己的侄子出气 不久后 叔叔把一笔重要交易 单独交给迈克去执行 同时给了他两把手枪 嘱咐迈克再顾个人打打下手 两把手枪的特点是只有五磅的扳机压力 迈克收好枪后 带着受害者哥哥一起来到约定的地点 里面是一帮凶神恶煞的壮汉 面对这一看就不好惹的人群 迈克壮着胆子 咽了咽对方的火 确认无误后返回车上 嘱咐着同伙一起注意里面的动静 之后拿着钱准备完成这次交易 好在那群大汉并没有刁难迈克 收到钱后就把准备好的面粉交给了他 拿到货后 迈克和兄弟一起离开 在车上 迈克诉说了自己的理想 他准备撬走叔叔的客户 之后狠狠赚上一笔 带着足够的乐队启动资金离开这里 到外面追逐自己的音乐梦 只是 现实很快就教会了他生存的道理 回到叔叔的办公室 在收到货后 叔叔却只交还了他一半的酬劳 就在迈克想要争辩时 新的买家过来进行交易 好兄弟不想掺和这件事 就提前和迈克打了个招呼 自己独自离开 只是由于撤离的太急切 在交还枪之时 迈克才想起自己好兄弟身上还有一把枪 叔叔知道后对自己的侄子很是无语 他告诉对方一定要快 一把枪流落在外 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因素 另一边 亚当还在找机会接近自己的儿子 在接触过程中 他发现吉米和自己一样 有着不俗的绘画天赋 或许是血缘之间的关系 让吉米也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 有着一丝丝亲切的感觉 不久后 前妻就发现亚当和吉米曾经联络过 虽然亚当再三保证 自己从来没有坦白身份 但是前妻却不想让自己的儿子知道 他有一个罪犯父亲 很快 当地机构就找到了亚当 诉说了前妻的诉求 他禁止亚当靠近自己和儿子 好在亚当并没有违反规矩 依旧可以在社区内自由行动 前妻把亚当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儿子吉米 说是亚当抛弃了他们母子 这也让吉米仇恨起了父亲 认为多年来父亲对自己的家庭不闻不问 导致了他与母亲的苦难 他答应母亲会远离亚当 夜晚降临 迈克和同伙来到酒吧买醉 发现了亚当就是杀死自己好兄弟亲人的凶手 同伙觉得可以趁机敲诈一笔 作为行家 他知道 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的人最怕惹上麻烦 他们两个人守在酒吧 等到打烊后堵住了亚当 并当街嘲讽对方 亚当愤怒地挥出一拳 很快冷静下来 接受着迈克和同伙的殴打 在对方出完气候 亮呛着离开 离开后的迈克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兄弟 告诉他在酒吧遇到了伤害对方弟弟的凶手亚当 还帮忙出手教训了一顿 同时迈克提醒他尽快把枪支归还 不然自己的叔叔可能就要爆炸了 挂断电话后 想起自己弟弟的死亡 哥哥拿起枪支 心中默默地燃起了复仇的想法 可是意外来得如此突然 还没等哥哥有所行动 他的母亲就在第二天早上撞到了亚当 想起自己小儿子的死亡 身体本就不好的老太太 身体负荷过重直接进了医院 哥哥接到消息赶到医院 就被医生告知由于年龄原因 老人已经患有心事衰竭 不能再接受刺激 看着没有清醒的母亲 哥哥选择来到好兄弟迈克家借酒消愁 却意外撞见了 自己的女友和兄弟迈克鬼混的场景 愤怒的他冲上去就打了迈克一拳 之后气冲冲地离开了现场 这也让他知道 自己的女友早就和迈克勾搭在一起了 两个人甚至有了私奔的打算 选择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 兄弟的出现让迈克下定决心 他趁着夜色回到了叔叔的基地 保险柜里的枪支 他找到了叔叔的专属供应商 向对方提出自己要购买更高纯度的白粉 供应商答应了迈克 只不过他要迈克先拿出定金 如今迈克身上一无所有 他想到了为叔叔的客人提供高利贷的人 找到商人的他立刻进行贷款 抵押物就是叔叔的车子 迈克原本打算着 靠着贷款买到更纯的货之后 转手大赚一笔 再把贷款还上 剩下的钱也足够他在外逍遥快活一辈子 在迈克进行交易后的第二天 亚当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吉尼 可是被仇恨蒙了心智的儿子 并不想和自己的父亲谈话 亚当只好找到前妻 动情地说自己还可以成为一家人 可是妻子心中满是痛苦 这十多年来 他一个人把儿子拉着打 其中的心酸与泪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抚平的 这几年间吃得苦受得累 好不容易生活逐渐稳定 孩子也上了学 他这个杀人犯父亲却突然冒了出来 说什么可以成为一家人 前妻认为亚当的想法很自私 他只考虑了自己 没有为前妻和儿子思考过 两人之间出现了裂痕 看着心灰意冷的前妻 亚当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他没有放弃与自己的儿子进行联络 在一次交谈中 亚当说了自己进监狱的事 承认自己很后悔 希望弥补这十多年来父爱的缺失 得知真相的吉米跑来询问母亲 他觉得亚当抛弃自己以及妈妈 是被逼无奈 母亲也没有跟儿子计较 他知道儿子是个独立的人 有着自己的思考 他只是要求吉米下次与亚当见面时 先让自己与他谈一谈 既然无法阻止那就选择加入 之后他打电话告诉亚当 自己不会阻止父子之间的见面 但是一定要遵守规则 这个消息对亚当来说 简直犹如天降之喜 另一边 受害者的哥哥守在女友的楼下 看着迈克送自己的女朋友离开 二人分开后 他把迈克拖进楼道 警告他离自己的女友远一点 再靠近一些就杀了他 头部受伤的迈克为了赚钱 忍着剧痛找到了供应商提供的人 却没想到对方离开后就挽起了消失 一去不回 付了一半钱的迈克 找到了供应商 女人却说自己只负责提供线索和消息 至于交易他从不顾问 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风险 都由迈克自己承担 最终 想要来应的迈克 被供货商的人礼貌地送出了门外 颓废的迈克找到了高利贷商人 希望能宽限几天 黑帮大佬二话不说 带着他来到角落 念在对方叔叔的份上宽限了一天 走投无路的迈克抢了一家便利店 只是这些对他来说是杯水车薪 紧接着他便找到了亚当工作的地方 一进去却撞见了受害者哥哥 与亚当持枪对峙的场面 面对想要忏悔的亚当 受害者哥哥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三人对峙时 酒吧的线路突然故障 黑暗中枪火响起 等到光源再次亮起 迈克已经倒地不起 受害者哥哥也大腿重担 亚当告诉受害者的家属 自己可以作证是迈克过来抢劫 他只是建议用为 帮助自己解决了抢劫犯 而回应他的却是一声枪响 亚当再也没有机会与儿子相认 处理好大腿伤口的哥哥 看着新闻中报道的酒吧抢劫案 匆匆地离开便利店 吉米也收到了亚当朋友送来的一本画册 里面是亚当画的吉米一家 另一边 叔叔知道了自己侄子的遭遇 直接带人来到高利贷商人的地盘 枪杀了黑老大 而自己也由于持枪杀人被警方逮捕 几个家庭中的爱恨交织也到此结束 小人物的悲伤盘旋在灯火 璀璨的城市底层 而像这种悲剧 只会多不会少